反充链体验 专门来抗设你的这也是相当终极的反充链 对的 随着温驰GOA SUV的咆哮车 我们一起来到召喚峡谷 温驰 加油 温驰 加油 温驰 加油 加油 温驰 加油 加油 好 这边如果交闪现的话 闪现回来给点燃 闪现回来给点燃 A了一下伤害够吗 再喝水不够吧 伤害不够不够 喝起来了 有喝水就不够 这双招都交掉了 小虎有点崩 这等会熊熊可以直接 两极一闪 就是疯狂助他 两极一闪就可以直接来了 因为中路肯定还是要帮一下的 玉米守住了 玉米没有交招 他这个衣血没拿到 小虎把自己玩崩了 上半区开 但是TOP这边好像想骚扰一下 一级的甲格斯 有一定的操作感觉 拉掉了 对吗 还是没有上 可以跳个眼了 那熊熊这里 什么意思 他们2v2不打了吗 那你 这不就落后了吗 对啊 我觉得其实一级的 雅克斯很猛 跟这个 在这边一级的熊熊 他是想等河道军系线 直接刷个河道军系线 到两极之间干个中路 但是 九筒刚好没有来 本确实觉得打完篮之后的收益不高 哦 喀擦还真没来 熊熊这一波还是很大胆的 说实话 他已经 他在第一局对局 跟这第四局对局里面 都显现出了 这些这些的一些算计 哎 来了 医学 直接预言了吗 不是不是 这这波踢到了 很容易拿医学的呀 但是 小虎的站位 非常小心啊 小虎所艺人 勾边边 一伞 顶到 闪线过来跟点燃 直接芥末拿到医学 非常的果断 下路的话 RNG双连组抢二 还是给到了一定的压力的 但是 这一波确实博得比较大 因为他双buff 打都没打 闪现也扔了 现在才要赶紧去冲红buff 喀擦的反应非常快 进来红buff了 看喀擦的反应 就是 你面对喀擦的时候做这种事情 真的被制裁的概率是有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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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大夫被抢 没有闪现 喀擦你了上来 这个攻锁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刚好 但是还是挺攻的 打也崩了 对 中路建模顺了 就是小虎也崩了 现在 就小虎这个点崩了 让喀擦可能就是 也没 不会那么舒服 我说实话 因为九筒他本身一个人的战斗力不够的 这个英雄一个人的战斗力不够的 有红的时候还蛮厉害的 除此之外就 对 等会的话 主要是玉米这个英雄很顺的话 他可以迅速推完小虎的线以后 反补到上下路的边线 我觉得对RNG来说的话 稍微还可以接受 就是 清德拉下一波的话闪现会赚好 但是 熊熊现在的话 只刷了四个刀 再看一次 一伞机动 直接交伞 A 打野前期投资了非常多的一个精力 在中路这个点上 前期刚营的发育是非常非常落后了 一个顺畅的开局对TOP来说 虽然打野的位置上面非常不舒服 但是贯注给玉米的资源 能否形成胜负手 前期的还是挺不错的 前期就下过 这边一上来 打赖蜜 就换血的话 蜜蜜好像打不过 1 没1到 没有闪现 他还能踢一脚 踢一脚 当快感觉不太够 Q了一下 额加特 本身体质还是比较硬 这个贾克斯来打 贾克斯打额加特好像有说法的呀 感觉还是挺有说法的 特地查了一下 就是并没有在胜率 整体胜率上面特别counter额加特 当然 我认为我刚想了一下 反击风暴挡一圈那个 被动好像是蛮厉害的 但是除了反击风暴以外 时间要怎么度过是一个问题 就W稍微能够扛很长的一个时间 他是属于那种不好打的英雄里面 相对来说好打的意思就是 没有这个counter数据 就是你假设是数据面上 没有所谓counter额加特 但是大概就是反击风暴挡 一般进展来说的话 被 就是额加特转一圈 当时雪蜜蜜会非常的低了 那可能就是选手个人理解了 你可以扛那个转一圈 你看你的cd多长 他的cd多长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有特别优势 就是 他可以换一种方式 他可以 可以服役 这减一减的cd 这么狂吗 完全是可以的呀 诶 打打过来 哇点燃又来了 这边玉米没了 没了 那小虎把中路给打了回来 配合counter的一波gank 而且是其实看起来蛮平淡的 因为这边都没有用到闪现 九孔就是卡墙角撞进来 给一个同步 闪 然后推球打晕 打一个大招定在墙上 但是发了个盾 盾没有用 最终还是躺在小虎的魔刷下 盾消失的一瞬间 人头还是被收掉了 锦德拉追波两颗人头 剑魔又很难玩了呀 关键 其实剑魔难玩倒是其次 因为他至少有个大招 可以防清德拉秒 但是青刚应怎么玩 青刚应怎么玩 对 青刚应是个脆皮呀 这英雄跟瞎子比较类似 属于那种 你如果被新德拉这种英雄 先手的话 就直接没了 没有操作空间了 因为你终于 接下来打2v2的话 一定金德拉大招 肯定是灌你的青刚应的 肯定不会说去 灌有一个有大招的剑魔 对 然后这边下路的优势 会被RNG这边双人组 滚得越来越大 但在塔下吸水的话 肯定会被点一套 被防御塔A的两下 没有拉断球 但这个血量已经不足以支撑 继续在下塔玩了 下路对线崩了 这也是一个很 可以预料到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RNG是双人组太强似的 对 就基本 当球球跟Kat拿这个组合的时候 他们也是压着对方打的 那你要赶紧刷到6 下路这边的话 还稍微可以维持住 防御塔的一个 血量 但中路RNG扳回程 下路又占领先的情况下 前期的这条火龙 对RNG来说 就不可以靠着它 很舒服 终于就5级 那另外一边Kata已经6级了 已经6级了 看他一波游走 游起来 被视频看到了 诶 他没有 他就交了一个闪现 小虎 小虎的闪现被 盗头人给打了出来 就这波如果不是盗头人的话 小虎这个闪现不一定要交 他主要 其实在交散之前 已经被建模 DW吸住了 他只能往左边走 但是他往左边走 一定会被 这个5级的盗头人 恐惧到就交代掉了 怎么样 硬推打一套 推到直接砸大招 哎 伤害不够不够不够 他没有带电型 他带的是一个艾黎 远程打近战 就是带艾黎的 这种消耗的手段 会稍微多一点 带电型 这一套应该就杀掉了 不过电型这把也缺了 缺了点双打 上路的话 莱特命一直有限权 把墨鱼压在塔下 主要还是这一场的 青钢引前期的发育太差了 不然像刚才这样 如果说 莱特命能一直去推线的话 配合上贾克斯青钢引 是有gank的机会的 不过这贾克斯确实也没有被拉出补刀仓 一直都毕竟补塔刀还是不稳的 强的一个塔刀英雄 是 你下路这边的话 找到机会去点塔了 已经开始准备找机会了 卡塔已经来了 卡塔已经来了 卡塔是也 这也是一个预谋反蹲 时间点规划的恰到好处 他走过来这一波 刚好是UGA在减塔 最容易被 出来一闪开的那一波 然后 当点塔后退的时候 卡塔已经离去 他只在 塔后面卡式也站了一秒钟 但是就是最有用的那一秒钟 来了 直接吃掉 然后吐出来 因为没有吃到吸血鬼大招 直接秒吐 这个吃好及时啊 对啊 刚好算准你要大招的这一瞬间啊 踩到了对方的一个想法 中路去辛德拉根本就不需要去压制建模 他只要保证自己不被压就可以了 推线 上下路都是可以打的 特别是下路来了 中野直接来 这波要拿医学塔 这个位置 稻团已经先榔头警告了 唐木还开车进来 稻团走不了 掉了血池的 球球这边还是可以跑的 球球也只能看着 这波他不回答 可能还是会被先手掉的 一血塔了 一血塔可以顺利的拿掉 那边后面的火龙 RNG应该这一波也可以收掉 火龙还是值得一拿的 这个时候 顺手夹走 关键这个时候 峡谷先锋还没刷新啊 挨了两下塔工 还有推波线 看来这波火龙还不着急拿 可能认为在回头的时候 再打就可以了 还是 没有看到在打 有总先去打 然后剩下的话 队友一会再赶过来 他已经聘征了 队友都不来 队友都不来 最好先拉出来 盗团摸上路槽 这波有走 大家的蜜这个招 要收拾一下 盗团这波有大招的 然后是队友肯定都不在身边 肯定在下半途 这个时间点的意思还可以 但到场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招 第一时间没有被跳到 捧到了 伤害其实很多都没有打上来 哇 没办法还是不够的 这个 这个怪肉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这英雄前中期怪肉的 打手一看 本身体制好 打不掉血啊 还有个大招 你还不敢玩极限操作 不能跃他的塔 因为他还有个金身 是的 百分之二只血还会被斩杀 最尴尬的 弹Buff 被收掉 而且下路防御塔推掉之后 已经是双方都换线了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维鲁斯这条线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前面其实 TOP一直不敢放维鲁斯 就是怕RNG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一旦放就很大概率 打出这样的效果嘛 这场比赛 尝试了一下 哎 直接打 一打 应该是要交代掉了 但是要换 剑魔跪了 站起来这个血量 交一个闪现走得了吗 给一个W技能 再给一个Q敲起来 那二加克跟上来了 一枪一枪 哇 天红了 吃回来 阿姆这边要杀了 在A两下 在A两下 还有人头 哇 杀人出心啊这波 明智还真的是一个奉献性的辅助 做了一个辅助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人头都让给 我让给打野 KDA我 我不求KDA 我只求我队友肥 让给你个人头 然后晚上吃饭请客 那这边的话中塔 顺势可以摸好几下 世界滚信来了 但是问题是塔 瞬间就被爆了 而且你一大刀真的根本没有什么伤害了 写师交完了被舔红了 球筒顶过来 吸血滚知道交三线 球球这个位置不算妙 而且声音潜航 来到上路跟队友做会合 流了呀主播 上塔也推了 三座外塔的一个优势在手的话 五千的经济 杀剧 是强杀小虎 就把气势打出来了 虽然把气势打出来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实在是难以承受 他没想到后面怎么来了一个Let me 这不是上单吗 怎么在这里 很奇怪 很奇怪 关键是一个都没走掉 三个参与这个月塔的全死五 是的 哇这个人头真的让得 哎呦又来一波 针对小虎 又来针对小虎 虽然还是要被反杀 我的天 CAT真的薄得像张纸一样 吹弹可破 小虎真的是现在很难受 一直被针对 送了全队所有的人头 我们刚刚也在选手势力值上面看到 就原本小虎是碾压纵伤的 原本碾压纵伤 UZ上来的时候 UZ上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让一让 有没有 精神都没有找机会用的 刚才那个地方 其实交了也就 还是要死 嗯 不过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TOP这边的一个甲克斯 他的一个发育 还是比较正常的 确实 比较正常的一个甲克斯发育 还是期待一下这个甲克斯 打到后期的时候 他装备成型了以后 能不能够 在担在这场线上 做出一些事情来的 只能看后期 吸血鬼跟甲克斯 都被发育起来 但很凉 我觉得甲克斯的发育 他至少正常 但吸血鬼这里是 我觉得玩不了 就是 这真的是玩不了 60刀对位 这个组合是没法玩的 后面两手辅助半的 让这个稻草人在线上 也没有办法辅助吸血鬼太多 所以他一个无数鞋 终其疯狂地跑 这对了几拨小虎 对小虎虽然一再地被抓 但是其实不影响他整个 我们选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他这个 防冲阵的能力永远在 而且他现在 不管怎么说 还有很薄的Kat可以打 甲克斯先锋 撞掉 看来是要保着撞高地 推出回到Kat 血量不正妙 赶紧交金身 接轨交一个大招 但这几乎没有伤害可言 剑魔 也打掉了剑魔的大招 是的 开启大招 仍然是瞬间被打倒 而且后面 被辛德拉跟了一个大招 以后击倒了 甲克斯先锋 这什么 等等等 你想干嘛 哇 门压塔了要 哇 夏国先锋 感觉 这个先锋 萌萌哒 哎 夏国先锋 要直接撞门压塔了 还是有一头啊 这个 而且夏国先锋 在这边要吃塔 四分钟 门压塔 门压塔 已经缠成这样了 吃掉 想要打 但是 这边安定有反手 一个前面非常肉的亮面 顶在前面 完全不消 没伤害啊 没伤害啊 又被击倒三远 右边梅压塔要倒了 下一波兵没有续上 剑膜一个W打出来 但剑膜自己在这个时候 是没有被动的 勉勉强强拉出了身外 但是最终还是被辛德拉跟上来 拿了一个三杂 九筒又跟上来 给一个九筒 炸掉了甲克斯 不然是抢掉四杀 但是这一波太不讲道理了 什么呀 兵线都没了 怎么能够 超级兵上来了 超级兵顶上来了 这莫非是要硬柴 这要一波了 再换个门牙 5到16分钟 15分 30秒 这是 创造的记录啊 恭喜RNG 在15分钟结束掉了今天的 比较5的最后一场比赛 事无迫绝 是的 没什么好说的 这场比赛确实我觉得 感受到了这两个选手 换上来之后 整个就是 一个是在阵容风格上面的 对TOP的一个克制 另外一个就是 感觉就是下路这边 从一个就是对线劣势 打出一个对线优势的时候 整个局面结束的 真的是太快了 一方面是威慑力 一方面是在优势局面下的 压迫力 RNG以3比1 结束了今天的这一轮肌肉带 这场的节奏 真的是太紧迫逼人了 真的 没有给一次 太快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对于TOP来说 他们这个赛季 表现的也是足够的好 而且收获普通 收获普通 而且刚才TOP看了一下 就是球球在下面也是直接说了 没关系 这波BO我们已经不亏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BOSS给逼出来了 把BOSS给逼出来了 就不亏了 也是 也是 对 对 太难了 其实 以所有LPO的看客来说的话 让人看到BUFF能走这么远 而且 但是 依然小虎打了全场最高 8500的一个伤害 而且他应该是承包了 团队所有的死亡数 但仍旧打出了团队最高的伤害 这也是侧面说明了 辛德拉是多么前期的一个英雄 对 然后数据上面 也让我们可以圆一圆 他一直见到了最多 这场比较被针对 1集的时候 就是他那个双招交得太伤了 本来就是选到了一个 就在整个BP的最后一个 Counterweight上留下的 不是给小虎去Counter 对面建模的一个英雄 而是说 他要能够在线上 面对对方的强势中 也不崩的一个英雄 他选择了辛德拉 但是可能就是 前面那一把打开军了 然后1集的时候 就很膨胀地 把自己双招交出来 遭到了对方的 轻钢以一个无情的针对 是 而且雄雄针对方式 也是非常少见的 就是直接蹲一个河道卸上 2集之后硬针对你 是 这局同时也是创造了 LPL的历史记录 它是LPL有史以来 最短的一档 LPL的历史上最短了 因此今天这场比赛 确实是 RNG拿到了一个里程碑吧 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就 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整个RNG 其实我觉得 在赛季中后段的时候 状态不好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的粉丝 就是担心这支队伍 到底能不能够 还像集中邀请赛那一样 展现出一个王者之势 然后给我们 就是所有喜欢RNG的粉丝 就是带来那种希望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一个队伍它就应该这样 就是慢慢地起誓 打到一个季后赛的时候 再慢慢地 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 这样的话 它对于你保存自己的体力 和精力是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要先低后高 还是先高后低 当然先低后高好一点 因为关键在后面 当然一直高的也是不错了 但是很难的原因就是因为 从下一赛开始版本更新太快了 我们经历了像野河这样的版本 经历了刺客版本 AD几乎不存在的一个 那样子的一个版本 其实RNG是蛮动荡的 但是到现在又再一次能够站出来 能够去打AD的一个体系之后 包括在中上也能够有更多的 这个英雄石的一个加入 包括人员的一个变化 其实也给了RNG 更多的一个赢比赛的方式 对 回稳了 版本回稳了以后 队伍也跟着回稳了 我觉得在这个势头上面来讲 对RNG还是相对有利的 是的 就是在传统 特别是在这个版本 就TOP在面装RNG的时候 就传统AD又可以登场的时候 对于TOP来说肯定是没那么有利 但是其实RNG这边也是显现 就是他今天的首发阵容 跟后面打出来的一个威射力 相差是落差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 AD为了线上压制力 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 我们又不用避讳 然后打野卫生的风格 其实还是感觉打熊熊 是KASA更加合适 那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话 就是单就今天这个比赛而言 对阵熊熊的话 KASA给熊熊的压力 感觉还是比香锅大得多 就个人来说 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香锅其实在打韩国队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容易打乱他们的节奏 这种节奏的打乱 其实是比较有利于 而且是 而且是香锅的动作 往往是就是 韩国队比较猜不到 猜不到 KASA的动作就是 有的时候 他会走最合理路线 所以你比较容易被预测 所以两个人也算是 一种互补的性格 那是 弥补起来的话 会变成一个更完整的RT 很难得 在现在还能看到一个队伍 有两个强势的打野 而且风格截然不同 而且都能起到作用 都能起到作用 这个是蛮难得的 好 我们本场比赛的NVP 已经诞生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获得NVP的是 小虎 来了 今天包办的三场 可是瘦的也很多 但是收获也